今天大盘下跌了359点 那到底是什么利空 什么利空都没有 等一下王同来帮你解盘 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正式解盘 今天是2020年5月9号星期一 你看一下时间点 来来看看 现在时间是2点27分 看到了没有 都看到了2点27分 你看这个游标地方就指出来了 那么刚刚要开始解盘前 上节目前突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地震 那天摇地动 现在到底的几集我也不知道 等一下新闻会报告 但是我今天讲盘前先告诉各位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最近大家都在吵这个快筛 说快筛了 还有买不到 那结果今天呢 我亲自去楼下的7分 我去买快筛 快筛的价格是一只180 那又讲哎呀不是100块吗 那你要买100块的可以 你就去排队 去某些有公告的地方去排队 就可以买到100块的 你如果不想排队的 180元随时随地都买得到 不像那些反对人士 每天他们唱衰说买不到买不到 要多少有多少 现在大家清楚了没有 我非常看不起生活在台湾的人 一天到晚唱衰台湾的人 对不对 那些人呢 也许地震就会惩罚你们了 今天我亲自去做个实验 我自己去买的 180块 要多少有多少 不用排队 再来我给你看第二个消息 你注意看啊 这个中国河山检测试剂采购价 从近900元台币 900元台币 跌到15元以下 这是台币哦 那这里你看一下 混合检测也降到人民币3.4元 约新台币15.1元 再来呢 自律地方组织的核酸单次采购价格 更是降到只剩人民币3.2元 单次是14.27元 那么你再看啊 2020年刚出来时 最初定价是一人份 人民币200元 折合新台币892元 现在给你看这些新闻呢 2022年5月9号 今天早上出来新闻呢 新闻呢 这不是我乱掰的 那么新闻出来了 请问核酸试剂有什么好涨价的 核酸试剂不是高科技 你们不要搞错了 就跟当初的口罩一样 口罩有什么高科技啊 我这搞不懂啊 在你们存炒作 现在过瘾了吧 那我现在告诉你啊 中国核酸检测市集采货价 从这900元跌到15元 王同告诉你 筛计不用抢 很快要跳楼架了 很快就通通要送给你了 够不够啊 王同今天讲这个讯息 给你听的意思 就告诉你 很多事情请你分辨清楚 而不是每天以额传额 在股市里面最怕的就是以额传额 乱讲一通 好了 今天的盘跌到这个地步 你们大家都在等王同解盘 对 王同今天也一定会解 讲真的啦 今天个股部分我都不太愿意讲了 因为个股叫它跌得稀巴烂嘛 你看看光学股 我先讲一讲光学给你看 3504 来来给你看 3504杨明瓜 你看一看 看一下业绩 今年第一季赚0.19元 杨明瓜 0.19元 看到了没有 所以你看一下 杨明光 今天的K线 破底 赚0.19元的杨明光 今年你再怎么赚 给你赚六毛钱好不好 八毛钱好不好 你股价会赚六十块 这个就是 后面怎么跌的 我就不知道了 王同就直接讲真话给你听啊 让你们明白一下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啊 所以今天光学股的破底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那些光学股几乎一半以上都是碰轰的 所以今天呢 你看看王同的盘讯 大盘下跌62点开出 今天盘是第一盘开出后还会先走低 16219点会跌破 就是我们进去低点 会跌破啊 跌破时是好买点 今天盘面是主杀金融 大盘会出现漂亮低点 低点在16150点附近 结果今天低点出现在16048 出现在尾盘最后一盘 比我预计的还多了100点 哎呀注意看啊 然后会慢慢拉伸 今天会收黑 但跌不多 结果今天跌了很多 而且还跌的莫名其妙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一句老话 请问今天有什么利空 没有利空啊 对不对 唯一有的利空 就是说中国大陆封城所带来的利空效应 或不能唱其流 这就是典型的最大利空 剩下没有了嘛 剩下没有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在大陆的一些台商们 也请你赶快赶快回头吧 不要再待在大陆了 那到后面你会赔不完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以前鸿海的老板是郭台铭 现在不是的啊 那么大陆富士康的老板也是郭台铭 现在也不是的 那郭台铭自从说要参与选举 第二任要开始选总统 那时候开始 之前 之前一段时间开始 他就没有再踏进过大陆一步 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个讯息吗 没有看到这为妙为恰的关系的变化吗 所以我常常会把很多重点点给各位听 那你们心里面要知道一下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郭台铭是聪明人 他不是笨蛋 他是生意人 他不是笨蛋 那他的所言所行 一举一动 足够让我们来做参考的指标 好了 今天来开始看 今天大盘 5月9日礼拜一 下跌300位最冷 跌到最低 这个盘叫利空不断 利空不断的盘 我都不知道这盘到底跌什么东西 我也真的不知道 但是今天要收盘的时候 收完盘的时候 我都看懂了 告诉你啊 今天我写了给你看了 今天 5月9日礼拜一 出现长黑吞噬底 出现长黑吞噬底 王董帮你解盘的时候 曾经跟你讲过了 技术形态上有两种情况 一个叫长黑吞噬 一个叫长黑吞噬底 长黑吞噬底是标准的买进讯号 长黑吞噬还不见得 还不见得 所以我都跟你讲说 明天就算再低 也没有什么低点了 应该说开平高直接上去 也许说再测一下 跌破一点点而已就要上去了 那么我们如果把范围抓大一点 就说今天收盘是16048 也就是肯定的告诉你 16000会收了 你不需要再跌了 再跌下去 黑手杀到自己 好了 今天王董就把你讲到这里 我想今天帮你讲的应该很多了 那你说要怎么选股 你看到牌面上今天没有破底的个股 就是好股票 你不要选错了 就这么简单 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惊来 古海茫茫 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董老师 善于解读 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神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董带您走向 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6630-3221 6630-3221 华冠投顾登记104 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 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